上海Costco开业被击爆 美国华人超市经营的如何 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超市Costco在中国大陆的首家门店登陆上海 8月27日开张 由于人流量过大 Costco当天被迫宣布下午暂停营业 新京报我们视频记者28日实地探访上海Costco 开业第二天热度不减 上午8点30分左右 超市门口就排起长龙 美国超市Costco在上海一场火爆 那么美国的华人超市经营的如何呢 除了以上直接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华人超市之外 也有中国本土超市拓展海外业务 在美国开设分店的情况 据洛杉矶商业电视台报道 在美国包括华人超市韩国超市 日本超市在内的亚洲超市 长期以来主要面向的消费群体是旅美亚洲人和美籍亚裔